请看这个107年会考的第二题 那它呢是配合111会考第五题的一个类似的题目 以致呢这个ABC分别长这个样子 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那事实上这一题考什么呢 这一题考的就是你会不会把这个括号把它去掉 那我们在旁边的这个空白的地方呢 跟大家再次的做个复习 这个括号去掉是这样 假设呢它是这个A-B或是A加B长这样 前面没有写没有符号呢它就是代表正 那正的话呢你把括号去掉直接照抄 就直接把括号去掉照抄就对了 所以呢这个出来的结果呢就会是A-B 那这很简单对不对 那如果括号前面是负呢 比如说像这个括号A-B前面是负 那怎么办呢 首先看一下这个A 这个A的前面这里 没有写符号 没有写符号呢它其实是省略掉了一个正 所以呢你要把括号去掉是这样做 前面这个负负正得负负负A 再来后面负负得正加B 所以呢负的括号A-B把括号去掉之后 可以用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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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照抄就是直接把括号就拿掉就好了 减掉十五分之二 减掉十六分之一 好这时候呢 你去跟C来比较一下 十四分之三减十五分之二减十六分之一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 A跟C一样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B 我们要把B呢 这个括号去掉 请看重点在后面这里 十五分之二的前面没有符号 没有符号是省略掉一个正 所以呢你要把括号去掉 负正得负 不要忘记后面还有 还有一个负 负负得正 那前面呢 前面这个没有去掉括号的部分 没有算的地方呢 你就把它照抄 所以它还是十四分之三 那你比较一下 这个B呢叫做十四分之三 减十五分之二 加十六分之一 它的后面是加十六分之一 可是呢这个C呢 后面是减十六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B呢跟C呢是不一样的 B跟C不一样 A跟C一样 B跟C不一样 所以这一题很清楚的 答案选B 这个选项 答案选B 好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